大家好 回小林 哎呦 今天又出个大事 这是大的不得了 又是个金金天地气鬼神的事情 又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大灾难 这个人祸 又发生了 这个中国天天都都一溜的大事 你看 什么赛格广场市中心抖一抖才多久 然后这这今天一个事情 那明天的一个事情 今天又一个大事 这是死人可多 死的可多 我们先报报情况 反正先报报情况 6月13日早晨6点半左右 时间6点半左右 地方是湖北石燕市张湾区 燕湖小区 发生天然气爆炸 管道煤气爆炸 炸的特别厉害 那个厂房 那个市场 它不是炸一两个房间 那整个大厂房 全一下子掀翻 地板是整整个炸通了 然后底下一个大坑 不得了 炸的简直是不成样子 哎呦炸 就整个建筑一下子全炸飞了 去全部屋顶全先翻了 不得很大的一个厂房 足球场那么大 我看了一下 要一瞬间整 哎呦 所以就像战争一样 人家说的说像叙利亚 像巴勒斯坦 我不得了 是41厂菜市场被炸毁 整个炸毁 当地正在紧急抢救伤员 人员伤亡情况大概这样 最新的官方数据是入院了144个人 死了11个人 重伤37个人 但是我告诉你 据附近居民的微信群 那类沟通 绝对不止 绝对不止144个人 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道理 这144个人 你看到有一个完整的人 搬进去医院 我告诉你 你还看得到四个人 这乍得我看那些图片 都是部分 身体的一部分 手手脚脚甩的到处都是 非常惊悚 不得了 这是太大了 这是太大了 所以很多你数不清楚 有些如果是核心区的 就是那个爆炸爆炸 最厉害的地方 不会边缘地带 你都看不到人 你数不清楚有几个人 因为6点半这个时候 那刚好是菜市场最火爆的时候 因为菜市场早上是进货 出货 有很多老人家居民 喜欢一大早去买菜的 刚好周末嘛 也比较闲 很多人喜欢买点新鲜的东西 早上你别看这么早 你说6点半好像挺早的 6点半很多人去买菜的 很多了 特别老人家喜欢 就喜欢早一点去挑新鲜的 然后还有早餐店 药房 有些慢慢开门 药房可能躲过一劫 药房可能还没开门 早餐店 6点半去吃早餐的估计 也是劳动人民群众 有一些是早上出来散散步的 全炸了 反正全炸了 不得了 炸的不得了 有些是刚好经过附近的 因为它炸的简直是旁边的小区 都炸过去了 旁边小区的围墙都炸掉了 还有汽车 汽车也全炸了 就停停在路边的汽车 炸的不得了了 那个规模 所以绝对不止144个人 有些你就看不到人了 简直是你分不清楚 只有一双手在这 你怎么数 还有它的情况是发生了二次伤害 二次爆炸 它不只炸一次 炸了两次 炸了两次 因为我看到明显有图片传出来的 消防员也被炸了 消防员有些满身也是血 因为它应该是炸了两个车 因为我看到有一辆消防车 是已经被那些叫做瓦力 就是那些碎片埋 你可以说埋已经埋掉了 整个消防车被那些碎片埋住了 或者说你可以说是受到冲击 所以消防车也被波及 第一批到的消防车也被波及 二次爆炸 消防员也被炸 通常都这样 又有二次伤害 所以这数不清楚 我告诉你啊 数不清楚 人家说起码炸了几百个人 不得了 菜市场都是最火爆的地方 你知道 然后又传出什么呢 雪库高级的 这些都多少次了 上次也是 好像是是哪里啊 张献忠啊 又出现张献忠 然后才十来个人 当时我们就分析了 十来个人 你雪库就告急了 你证明这个 这个社会体系多么的脆弱 就十来个人 又当然这次 如果几百个人 那更加不得了了 马上又告急了 大家又去捐血了 又是什么天天 什么什么也无情 人有情了 又又又搞正能量去了 说这天灾 这是天灾吗 这是人祸吧 这六点半当时应该 那个时候会减 会有他有的人说是检查煤气 检查维修煤气 我觉得这六点多宗 检查煤气的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煤气基本上是办公 办公家的生意 六点半还没上班 那基本上按照正规上班时间 肯定没上班 不知道怎么弄的 估计是有有里面还是有操作不当的地方 估计是火一些管道的老化 然后有泄漏 有泄漏 没有泄漏不会搞成这样的 嗯 所以就是呃他他有群众提到这个张湾区 好像几年前就已经炸过一次 叫做大岭路另外一条路的菜市场也炸过啊 所以就没有吸取教训嘛 我想说说就是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安全生产啊 不是第一次了 2015年好像15年也炸了一次 但是当时更厉害 当时就来天津啊 天津大爆炸 哇 那比这个更加厉害 呃中国一出这种事 完全你从善后的角度风险的角度 风险非常大 而经常有一些小粉红啊 看到我在日本他一来就就跟你说 哎呀日本这位地震呢 呃一来就给我扯地震 其实日本地震不不太大的事 不太大的事 为什么呢 一个日本不是整个国家都经常地震的 日本的国家也挺大的 你别以为很小 因为他的他分布的地区很广 真正我觉得经常地震的 可也就是福岛工程那边 就是那边 一连十次地震九次都在那边 其余的地方其实很小 很少 呃特别你不是东部沿海 因为他地震带是东部沿海那一块 你有一些如果是 西西西岸啊 我们现在叫西岸嘛 或者说是赖户内海那一圈 他都不是东部沿海 那这没多少地震 根本的不日本不是整个国家的 到处地地震的 不是的 然后他他的影响大部分都不是很大 啊一个他准准备充足 一个还有第二个大部分都绝大部分 99%都很小的地震 影响不大 呦这是互为因果的吧 如果你经常日本有很多灾难性的地震的话 那他不会建立一个国家在那 他有一个世界上的发达国家 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有这么多的基建 而且一般设置城市的地方 他是经过历史考验的 其实之所以在东京这里设一个大城市 证明东京这个地方 灾害比较少 所以他才在这里设个城市吗 他不是乱设的吗 人家几千年以来 他的有一个民间的智慧 大概什么地方灾难少 就在这类设城市吗 比如大阪那大阪那个地方也是 没有多少灾难的 一般来讲 他的也是不太靠地震的 当然这偶尔有 但是影响不是特别大 这跟哎呀 跟中国什么三天两头 这些人货比的没得比 没得比啊 所以就加上这些什么善后的工作啊 什么你看这些车怎么办呢 人怎么办呢 就里面的财产怎么办呢 谁来赔呢 其实没人搞 他也他没有政府 我们的政府是不负责任的 没人去管你们的 最搞笑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 最搞笑的就是恰恰这个月 就是什么 所谓的安全生产月 我告诉你什么 这个安全生产月是什么东西的 他什么国务院批准啊 国家经委建委啊 国防公办啊等等 这个从1980年5月份开始就全国开展安全 生产月了 确定每年的6月份开展安全生产月 使之经常化制度化你看这么伟大的一个 一个党 1980年搞到现在 还天天有生产事故 2021年6月3日 自然自然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2021年安全生产月活动通知 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导亲自指挥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有什么用啊 你看 马上就炸给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证明你这个习近平安全生产理论的失败呢 是不是证明你这个制度有问题 你这个党的领导有问题 而且还不止 就你你这个什么安全生产月 就昨天 又有一个6月12号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 贵阳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办公室 周六称 经济区发生疑似甲酸甲脂泄漏 是个毒的很厉害 五国队非常毒 造成八死三伤 你想想就是这一泄漏出来马上就死人了 哇这个是有剧毒的一个一个 一个气体不得了啊 贵阳经开去官方微信号活力经开啊 刊登新闻稿 一辆湖北牌照怎么又是湖北 湖北这地方有问题啊 在贵阳市经开区风暴云村 什么新 强新新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卸载 甲酸甲脂时发生泄漏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造成八人死亡三人受伤 正在接受治疗 会不会有 所以这些说的轻松 啊 我要照 国外 你别说国外喜欢小事化大的 那些媒体总是炒作 但他炒就他炒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人家关注 啊 整天就是可防可控 整天的 好像没事一样哎呀 这个受伤 受伤 这个你吸的毒气受伤的后续的后遗症 怎么样呢 你应该多去关心他 为什么我说我们开个频道黑中国 开个整天说这种坏事呢 你是一种高度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行为 我就说了 为什么呢 你要让人家知道中国人很惨 中国人需要帮助 那中国人才有的救 才会获得帮助 所以你这 这是个人道主义的行为 整天说哎呀中国很好啊 啊 我们还要捐助非洲啊 那你是害死了中国人 对不对 其实这些这些人都是害中国人的 我们这些整天黑中国的呢 我们我们是对中国人有好处的 让人家知道中国人很惨 你看这些都是经常一丢的事故 还有那个赛格广场也是现在没没搞清楚啊 这个租户怎么安置啊 啊业主怎么安置啊 没有啊 这就这乱 基本上没没有人管哦 那个楼就放在那里了 啊 里面的财产怎么办呢 其实这都没没人管 你这这次一报 谁来负责呢 有没有人负责呢 哎呀不知道有没有投保 不知道这个元气公司有没有投保 这些地方的当地政府能不能搞好 不知道 炸了的财产 附近的汽车 都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的 所以一炸不是那么简单的 但是后面 会不会处理好 这就是所以我想说说的就是说了这么多啊 我们最后提炼一下 提炼一下就是这个中国我们谈谈风险 谈谈风险 在中国风险太大 有章线中的风险 有政策性风险 你看我 我说我经常聊楼市啊 今天给你一来就来个政策 五年才给卖不给卖 然后房子不给卖 你马上就损失惨重 股市今天一拍脑袋啊 说说郭肃清说你有风险 买个P2P 然后我全灌掉一招全关掉 然后今天不领导领导一想到个东西给你唱红打黑 你以为 考个公务员 谁知道到你去当公务员的时候 人家习近平就搞一个风桥经验 又让你们自己交代事前 所以就 太多风险了 现在生产事故风险 这个张献忠风险 自然灾害风险 什么旱灾啊 有时候又又来台风啊 哎呀实在是 而且没有国家为后盾 像我现在我在日本我特别感受到 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自己身边 我不是开玩笑啊 真的 你在美国在日本在发达国家 你感觉到有个强大的国家在你背后 为什么我不吹牛逼啊 人家起码有人派钱 你不要说日本呢 不要说美国呢 泰国都派钱 马来西亚都派钱 整个世界这么大个疫情 就中国一分钱没派过 哎很厉害了 就是说什么 优惠了你一半的社保 优惠了就那么几个月 了不起了 所以你感觉不到有国家在支持你 发生了啥事呢 啥事都靠自己港 在中国 这一个风险太多 这里也是风险 那也有风险 随便投个资 面临政策性风险 面临有骗子的风险 有诈骗的风险 有什么底层互害的风险 风险本来就多了 多了 然后又又 一个是公检法全部乱套 公检法是社会的一个根基 有什么意义啊 是不是啊 公检法又又不到位 警察经常不做事 该做的时候不做 发帖的时候做的挺快 然后你有困难找他的时候 公检法全部不到位 什么法官全部全部收钱做事的 看你有没有钱的 公检法全乱套 我告诉你 所以所以没有这些根基 然后医疗 哎呀更加了 说说哎呀 医疗有很复杂的问题 一个 又有腐败问题 那些院长啊 全部不管事的 当官的 然后 医生也没办法 医疗资源非常紧缺 在中国 医生也没办法 你也不能怪医生很多时候 你里面很难做 太难做了 不是一两个医生能解决 整个医疗体系 所以你在这个国家 没有人给你做后盾 没有人对你做机 支持 然后风险就这么多 在这个国家能混吗 没不能混 为什么要说移民呢 像日本当年福岛出了 11年的时候出了个大地震 然后去整个国家 都加税啊 当时加了税 好像是是每个月的社保里面 加加了几百块 人民币几百块 相当于有一些 加了一两千日元 还怎么回事 然后相当于其他国民补贴他 那边的人 整个国家他有一个互助 有一个互助的机制 政府在管事 那慢慢慢慢就重建起来嘛 虽然过了十年 现在那边不是慢慢就重建了嘛 也要居民得到安置的嘛 中国没人管你 你以为你是 你以为你是超人的 什么你都搞得住 来个疫情你又搞得住 家里有事你又搞得住 我是我有一定 我不是小年轻啊 我经过了多少身边亲戚啊 这些 来一场大病 根本也兜不住 没人帮得了 你来啊 所以所以社保制度也没有 像日本呢 日本医疗制度非常好啊 全部反正报百分之七十 中国负责的 复杂的要死 日本很简单 反正全报全报百分之七十 不管你什么药进口 药最好的药也好 什么都好 就百分之七十报销 很简单 日本的这个很简单 中国那个什么又又分这个药 那个药 这个又不报 那个又说报少一点 每个药都报的比例都不不一样 非常复杂 中国的那个医疗 我都反正 哎呦 这个反正就我想聊的就是 生存在中国大陆的一个风险 又存在风险 然后又又找不到靠背的 没有人支持 你说中国有十四个人 按理来说 这么大的国家 应该是可以互相支持的 但是实际上没有 所以就是 中国人很难过 发生很多事情 靠自己港 有时候家庭都帮不了你 老婆就跑了 很多时候是吧 哎很难 如果有个老婆帮你 你要感恩是吧 真的 找不到太多帮忙 在中国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律器这么重 就是这样 什么都靠自己嘛 中国人 没有人可以帮你 所以就这样 要改变命运 就只有靠移民的 就是移民到好的国家 找一个好的国家呆 那先到这边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 订阅 分享 拜拜